狗狗细小治愈后不会废掉 会跟正常狗狗一样健康 犬细小是狗狗烈性传染病之一 主要影响没有足够抗体保护的幼犬 症状为上吐下泻 潜伏期一般7到14天 感染症出现症状以后 呕吐和腹泻会造成狗狗严重脱水 腹泻常常伴有肠道上皮黏膜脱落 出现深红色或酱油色 并带有腥臭气味 但是得了细小的狗狗 经过静脉输液补充液体支持治疗 以及抗体白蛋白和干扰素等生物制品的治疗 7天后大部分狗狗能恢复健康 且康复后一般不会出现后遗症 偶尔有些病例在治疗期间出现肠道菌群转移 肺部进而发生肺部感染 但一般都可以治愈 有些没有按时免疫的成全也会感染细小 症状比幼犬轻微 且简单治疗一般均可康复